12月在巴黎島愜意度假 今年1月又飛到日本体验滑雪 还以为这是哪位Instagram网美 其实他真正的身份是扑克牌玩家 娜塔莉加入以男性为主的扑克牌赛事 其实是个偶然 她原本在马来西亚的串流影音公司工作 说到扑克牌选手男友影响 开启打牌人生 去年辞掉工作和男友一起出国比赛 靠着打牌在7个月内赢得19万美元 赚进进台币600万的赌金 你怎么开始玩扑克 你怎么学习 我觉得你开始在学校 你跟朋友们玩得很快 你不是太多钱 你玩10元 20元 不许是天分假赏练习 娜塔莉牌越打越上手 目前排名在世界扑克牌女选手中 第25名 在马来西亚女选手中则是第一名 边旅游边打扑克牌的人生看似愜意 但娜塔莉说 其实这样的生活 没有比一般上班族轻松 每天得投入8小时训练排技 比赛期间一天要集训12到15小时 她在Instagram预告 本周五将来到台湾 除了打扑克牌 也期待好天气 樱花 以及台湾美食 三里新闻 林芳颖报道